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湖北的金门 昨天开车从山东太阳出来 差不多跑了1000公里到了这里 因为我们这个房车其实不太在高速上 不太跑得快 就八九十差不多了 不能超过100 超过100 它就晃 现在外面车比较多 比较吵 我们在车里面讲 这1000来公里其实不顺利 差不多有两三次 差点是在高速上出车祸的 有一次差点撞到了后面的树 就是因为前两天发生的这个事情 搞得我们现在心情真的是挺紧张的 但是经历了这两天 我心里面其实也稍微平静了一点 这个时候必须要冷静 不冷静的话真的是 更多的事情 更多的问题都会出来 然后今天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讲 然后后面的这些视频 我们就不能再拍关于前面那个事情的一些细节 什么的 我们就不能在视频里面讲了 就是怕会影响到人家那边办案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 不要在任何视频里面去说自己被骗了多少钱 然后怎么样 什么时候 这些自己的信息不要在网上 尤其是评论区里面发了 因为会害怕遇到那些犯罪分子会二次利用我们这种信息来进对我们进行这个伤害 诈骗 所以说大家就有什么事情就去报警 去跟警察说 这样是最稳妥的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每期视频我们都会说 大家一定要下载那个国家反诈中心这个APP 有什么问题 这个APP会给我们提示 这个我们就是 以前一直听说这个APP 但是我们真的忽略掉了这个问题 刚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是不是这视频要停工就不拍了 然后现在想想这个视频我们还是得拍 只要我们能拍我们就还得拍 因为只要我们这个收入来源一断掉后面的事情 我们更加没办法处理 更加没办法去该做的事情也做不到 然后后面还有两个广告要拍 这两个广告是产品的 是在这件事情之前就已经跟人家印好了的 这个不拍又有违约金 所以我们还是得做 从我们提房车到现在也才十来天时间 我们真的是经历了天堂跟地狱 本来以为努力那么多年 生活可以真的是变好了 但是谁也想不到啊 这个命运太捉弄人了 我们还拿了个喜字出来 这一次本来是打算做婚前旅行的 但是现在结婚 这个计划也泡汤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 今年本来也想把家里面的老房子拆了 盖个小房子 这个是也得推迟的 没办法 如果因为这个事情我要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就另外找个帅哥过生活吗 找不找 遇到这个事情 我们真的是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哭出来了 哭出来眼泪都流不下来 可以这么说吧 现在就可以这么说 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 也因为这个事情 或者说因为很多其他的原因 导致被骗啊 或者生活有什么困难 但是我相信这些事情都是会过去的 大家不要放弃这个生活 一定要坚强 然后我们就是要共同度过这个难关 到了反正过去以后 可能这个事情就 你回头想想可能就没有那么难受了 现在我们真的是控制不住 晚上睡觉 这两天基本上都睡不着 睡着也被吓醒 做梦梦到这个事情都会被吓醒 休息个十分钟 然后我们还要继续开车 今天的话就尽量先赶到张家界 因为现在也是下午了 再开两三个小时赶到张家界 然后可能明天后天就到贵州就回到了 我们就会玩瓶子 我们就会玩瓶子 我们就会玩瓶子